解放军在中印边境的最新一个演习 曝光了PCP-001 82毫米车载速射排炮 这也是非常罕见的公布 这个六辆小车组成一个小炮群 数千米的高原之上 短短不到30秒打出了72发炮弹 30秒72发炮弹 那就是弹雨 直接覆盖木样 这是解放军边防一线部队最基础的火力支援之一 PCP-001炮群 这也就是中印边境上印军最怕的一种武器 有人发现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 也使用车载82毫米的速射排气炮 不过它是简单的把82毫米的速射排气炮 直接搬车上 整体性能和解放军直接出场时就已经安上了 82毫米的速射自行排气炮 相差还是太远了 那就是国产82毫米速射自行排气炮 它的发展是激起了苏军80年代阿富汗战争的实战经验 结果俄罗斯到现在都没有把这个经验用起来 俄军几乎是用自己的鲜血换来的这套经验 他自己都没用 结果解放军非常 我觉得咱们这个解放军非常珍惜 每一次的实战经验 就看外军的实战经验 咱们也在研究 俄罗斯还真是 他到现在没有再把自己血的这种经验来汲取 他就是足够重视都没有 他连这种东西都没有 几十年过去 走上战场俄军 现在还是 我觉得还是蒙拿猛冲这套 没有汲取经验 他现在就是把各种的排球都搬上装甲车 搬上临时拼凑 什么皮卡 82毫米速射排一炮 是苏军对二战实战经验总结的一个场合 按照苏军的作战条例 第一波炮火打击打到目标阵地上的时候 对方往往是没有准备的 咱们注意 苏军的经验就是第一波炮 肯定对方没准备 肯定是你先轰 因此首轮炮击对于敌方有生力量杀伤 是效能最高 第一波炮打出去 这就是杀对方的最核心的一轮打击 这种经验总结下来 就是首轮炮击就要对火力密度提高 需要肯高要求了 但是一线的炮兵单位规模往往是有限的 那么炮不够多 那就只能要求火炮具备较高射速 咱们说一分钟放多少炮 短时间内能够向目标投放更多炮弹 是不是这个效率提高了 要增强低波炮火打击火力密度 火力强度 最大限度提高杀射能力 根据这个思路 苏基研制的2B9 82毫米速射排气炮 它最大特点就是 采用前冲浮动机发源 浮动机发原理 叫四连发弹夹弓弹锯 这就保证它能短时间内 有把四发炮弹打出去 提高第一波炮击火力强度 这个能力 这个迫击炮 它能够取射也能直射 它使用更灵活 像一个轻型的多用途火炮 当然这个也存在一些非常明显缺点 就是它体积重量大 射成近 精确度也差 在阿凡战场上的苏军 发现这种炮非常适合高原作战 这又为什么解放军在咱们西部一线 对应作战一线 现在就用 高原作战 它体积和重量比普通的火炮要轻 别看它自己很重 但是和普通火炮相比轻 上高原你知道 你把重的火炮弄上去 那个难度 而且它的射速又快 就能够迅速对目标进行攻击 在苏军的 在阿凡的战斗之中 苏军士兵是发现什么呢 牵引设计的这种炮 机动性能太差了 所以他们干脆就把这个炮 直接安装在卡车的货箱上 或者搬到装甲运输车上面 形成一种简易的车载排气炮 那这个车载排气炮是什么呢 不是原装 出厂就这么设计 而是后续给改的 那九十年代 咱们中国从俄罗斯引进的2B9 这个82米速射排气炮 实现国产化 那中国技术人员把这个 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仔细研究苏军实战经验 得到结论就是什么呢 82毫米的速射排气炮 需要自行化 就是必须要与车辆配合 才能够最大限度发挥 它作战效能 所以呢 这个PCP-001型的 82毫米的速射排气炮 就出来了 这个采用猛式高机动 越野车底盘 排气炮安装在一个敞开的 旋转炮座上 就是提高了火炮射击精度 从苏军使用的反快情况看 他们的排气炮 精度最主要原因 对吧 就是炮射轻 无法抑制射击产生的震动 就是怎么说呢 后座力强 它一动 它就精度就失去 猛式高机动的 越野车重量是5吨 那就完全抑制82毫米排气炮 震动 所以 必须要出产 所以必须要合体 你要自己 自己这么装 其实难道很难 通过 现在咱们看 这个央视公布的视频 中国 中国这个炮 根本设计是 不需要额外的支撑手段了 停车以后 直接就可以发射 还可以全向射击 战时装备的速射排气炮的炮兵连 可以迅速机动到射击阵地 然后进入阵地停车就打 打完就跑 它最大的射程能达到4200米以上 4.2公里 再加上排气炮的取射特性 第一时间就能覆盖整个山头 包括反斜面阵地 就是山那边的阵地 甚至山谷中的印军都能覆盖 而且中国猛视4乘4的 机动性 灵活性 现在已经是超越 绝大部分的火力支援载具了 进一步的提升了 它的设计精度了 而且还安装火控系统 包括火控计算机 激光瞄准 夜视设备 驱动电机 炮兵 信息终端 就可以自动 解算火控猪源 自动操炮 减少人工操作 那就是激光 直瞄镜能够根据激光测距和 弹药的弹道信息 计算出瞄准点 就提高了首发命中率 这个激起了82米速射炮的 这个爆发威力 又弥补了 咱们说苏军机动性不足 精度差这个缺点 性能是得到全面提高 已经现在成为警方军西藏军区边防部队 轻型高机动部队营级分队 空降兵火力支援的一个重要促成 这个次行的速射排气炮给中印边境的警方军一线部队停用 快速有效压制火力 相比印军的罗马式的这个机动排气炮 咱介绍我 他把这个排气炮装的马 骆子身上驮 进山 打的时候还得撂下来 我没记错 三个人得扛这炮 三个人扛这炮 从罗子身上卸了 这完全降维打击嘛 我打完跑了 你从罗马身上卸了 可能都找不着我 普通的82mm 这个排气炮在战时短时间内打两发炮弹 但是现在中国这个82mm速射自行排气炮 在同样时间内打出四发炮弹 就能够更加有效压制对方 普通排气炮射速是受到炮手体力战场环境影响非常大的 82mm的速射 咱们这个不受这些因素影响 在战场生存能力方面 普通排气炮进入战场安装 撤收要人力处理来提供 而这个82mm速射自行排气炮 利用自己的动力进出阵地 时间要更短 战场生存能力更强 据说 这个印军的120排气炮一个班 不含弹药的情况下 就需要至少三匹罗马配合运输 再加上弹药 那就是五六匹了 当然82mm速射排气炮受到先天缺点影响 它是受使用范围受制比较大 由于机动载具 对于更多的越野部队来说 野战部队来说 他们喜欢的是120炮 因为排气炮 120和82相比射程更大 威力更大 更远 120排气炮射程可以达到10公里以上 而且一枚120排气炮 差不多相当于四发82朋友排气炮 换句话说 野战部队都要狠 那么有条件 咱们要上120了 高机动性 现在看 中国应该是自行流炮 自行排流炮 已经是成功的 现在装备部队了 自行速射排气炮 也不是炮兵的非常完美的兵器 它主要是在一线边防战事 能够快速呼叫火力支援 这些小炮车构成的第一轮火炮支援 然后再有12车载榴弹炮 12的自行火箭炮 155的车载榴弹炮 300毫米火箭T次火力打击 再加上还有空军和火箭军 所以自行速射排气炮 现在只需要完成自己那部分任务 剩下的就解放军的火力打击体系完成 也就是说 它实际咱们这一套82毫米的是给边防部队 咱们边防部队 普通的边防部队都可以用这种战车 机动 而不像印度靠罗马 三匹罗子 抬它这么一个120炮 进山 你可以想想 你还得喂马草料 包括弹药还得晕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与中方对抗了